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7月12日星期一的坑时间 今次有我徐乐山中央我们的澳洲小锁头 珍Bc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材氏珍的好 马来西亚的大马尔 马拉近 郭文汪也好 还有小白红社长 纽西兰的Raymond Wong 欢迎大家好 请大家赞我们的影片 留下人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 Channel 《征香波浪冷气》三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继续回来跟进光成者的案件 当然 你有你讲的 新闻有新闻继续报 警方有警方继续行动 网友有他们继续一个文宣 也都说到有疑患似真 有些学生是假的 又说整个案子都没有的 就随便找几个人扭着头 出来走个圈就算了 但是 还在继续讲这些说话 现在呢 有更加多的资料都公布出来了 不知道他们有些什么狡辩 各位网友 各位听众也可以留言说一下 再者 他们经常讲到一件事 又说什么义士呀 又说是抗暴之战呀 如果说到这么崇高的话 是不是这些暴力行为是没钱的呢 是没钱收的呢 应该是不收钱的 应该是自发性的嘛 现在就揭发了 原来现在有第三个金主 当然他还没正式落案聚成 只可以叫怀疑同案的金主 同一单案的金主 第三个金主终于出场了 说他涉嫌会给每个人几万元 就给这些学生哥去放些啵啵啵的 是 吃菠萝 是呀 就是生炒骨的菠萝 是呀 是呀 有没有鸡黏着呢 菠萝鸡 其实听到 看到人害怕的 就是给几万元的学生叫他放 放完之后 提供了机票呀 或者不同的外币呢 就给你们去英国 不知道到时候叫做申请政治庇护啊 还是怎样的 会不会有当地也有人接应呢 我经常都在想着 不知道各个网友的认不认同 你扔掉他们去英国 叫他们去英国 一定会帮他们搭路的 到时候在英国有什么人会帮这班 原本想着放这些啵啵啵的学生呢 在那边做折头呢 我都很想知道 究竟当地会不会有 郑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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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队好像是搞一次 听上来我们一听到 哇 只得胆笑而已 我们回到光成姐这件事 现在第三个金主被捕之后 我听到有点惊惊的 说回今天其实抓了五个人 三个是学生 真是不可怜 十五岁 17岁 19岁 其中两个疑似已经收了钱 叫他放那些胆胆 其中一个刚才说的是金主 另外一个是成年人 不是大学生 不是学生 是什么呢 那个是地盘工人 似乎是负责在案件里面 协助大家去买这些制作胆胆的原材料的人 就是他们的分工 之前其实警方都说过是相当之细致的 好像挺有组织 听上去 现在第三个怀疑是金主的人物是什么来头的呢 刚才为什么我听到有点惊惊呢 37岁 物业管理公司的经理 就说他任职 某个大集团旗下的物业管理公司 他会不会都很了解这些物业呢 就是不同的大厦 会不会什么位置 漏洞会比较多一些 容易被人放这些笨笨 就是哪些地方的垃圾桶 因为那时候说要放这些笨笨的垃圾桶 或者是铁路也有 其他不同的地方也有 在住宅区他们怎么放呢 如果有这个金主的教路呢 可能成功机会率会大大提升的 其实想起都挺突然害怕的 那相信 接下来这五个人应该都会有其中一些 好像较早前的那些 就马上就会 订了去裁判法院提堂 都不顶的 那真是惨了 这些小孩子呢 十多岁以为自己呢 有得抗争 又可以说 他们觉得要帮到香港 还有钱收 还有人安排了后奴给他们的 简直是有如再生父母一样 我真的很想想想一下 真的很想知道这些 这些小孩子呢 他们的父母呢 究竟搞哪一科的呢 是吧 就是 究竟是 不管这些小孩子啊 究竟知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呢 还是他们表面上是一个很乖乖的学生 但是暗地里做了这些呢 我都很想知道这些学生的背景究竟是怎样的 当然啦 有些朋友就说 这些假的 又说这些几堂东西 全部都是作出来的 不是的 想营造到一个 是社会上 这种叫做 恐怖主义呢 就蔓延 所以才是这样的 有些传言就这样说啦 就是他们想营造一个气氛的 再者呢 他们那时常常说到这些很崇高的嘛 就是说 啊 他们收钱做事 不会的 他们不会收钱做事的 咦咦 喂 那这宗 人装并博啊 那这些真的要收钱啊 这些 还有啦 这15岁 17岁 19岁 这三个呢 其实他们 收钱了 他们是不是真的叫做要去什么抗争呢 那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来的 那些说什么叫做抗争派啊 究竟醒了没有呢 现在揭发了 有些真的叫做收钱做事啦 因为当时也传过很多呢 就是说 哦 去完扔东西啊 去完城呢 做过什么什么什么呢 就有钱收的 那不过啦 当时有人说到就很夸张 说到全部都是的嘛 你说全部都是呢 或者大部分 这个就是很难的 多数是闪得出来而已 很多都是 就是收钱的可能就很少了 你看这几个 那就可以证实到是有了 不过当然啦 他们那些黄友当然说没有啦 说到自己很崇高的那样的嘛 因为他们有一种叫做牺牲精神呢 才能够 滚动到更加多人出过来的嘛 那些什么银发族 就会很滚动啦 不过是 唉 别人的孩子呀 什么不愿呀 唉都不想说这个字呀 因为 都很心酸 他们就是 送那些人去前面 哎我车你出去呀 儿子 叫人家儿子真好事 你会车你亲生儿子出去呢 哈哈哈 亲生儿子出去准备坐牢 当然不会啦 是吧 例如好像芒果佬黄毓民那些 他都想尽办法 怎样去保护 就是他有阴险啦 他都想尽办法怎样保护自己的儿子啦 和那些孙子的嘛 是吧 就是这个意思啦 永远都是别人的孩子死不完的 这个就是 是的 他们那套套奴 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是推其他人的子女去死的 尤其是这帮人发作 其实我觉得最可惜这帮人说 哎呀 我们欠了他们很多 只可以做少少事做少少事 其实你做的少少事呢 都是害了他们的 整个小时呀 是啊 其实现在光成者的那几个金主 其实都是一样的 他们在 最年轻一点都三字头啦 三字头有四字头有也好 遲些会不会再有其他金主呢 我们不得而知 说不定都还会有的 他们的组织究竟 散了多久呢 散了多远呢 涉购的行业有多少呢 大家都看到的 他们是刻意去找一些 入世未深或者叫很小的 中学生去做这些行为 就是老点他们啦 做完这些有钱收 可能还要说 哎呀真是好啊 勇敢啊 你真是勇者啦 为香港付出 为香港牺牲啊 那这些中学生叫你们上啦 他自己不会去的嘛 他给几万元 每个学生给几万元 来都等他们分担了这个风险的嘛 几万元代替他 有什么事理的而已 是不是他去放啊 不过啦 现在当假如真是爆了的话 真是伤到人的话 这个幕后主佬呢 他都是一样的而已 都是要面对 一定程度相当严重的刑责的 这个不能 但是起码 当刻被捕的风险呢 不是他自己先嘛 也有机会 叫撇得掉 不过他觉得有个位置 我觉得挺奇怪的 如果他是光成者的其中一个金主 为什么他这段时间不着草呢 卖不到机票 卖不到机票 或者可能以为 找不到他出来 抱了一个僥倖心态 这个是其中一个可能性来的 又或者可能低估了那个叫篤灰的机会 可能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哈哈哈哈 是吧 嗯 那么还有另一个假设 会不会呢 其实光成者呢 一开球的时候 真是很弱鸡的 弱个弱财谱的 有这样的机会 是啦 好了 既然这几个金主呢 我们之前也提过 那头两个金主是夫妇来的嘛 就是由家长车做起的嘛 就是他车家长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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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车到自己都上了一頭 觉得要 只有一场驚天动地的事情出来 那么他们现在几个金主的关系呢 暂时我们还未知 会不会他们当时觉得 哎呀 光成者够癲啊 够勇哦 差的是什么 只欠这个银两 和一些幕后推手,推他们一把 是的,我也觉得是 这帮年轻人这么勇,就他们了 其他人都开始退潮了,这帮傻子,去吧 又或者这帮太傻傻傻,不及 起码都不够那些,因为言鹤思政,我们怎样笑他都好 起码都有那个,我有我态度,合味道那种 严鹤思政会玩到菠萝嘛,大佬 是的,他很老实,也是随便接一张 这样派人就算了,被你拘捕一下,拿光环 开下街站,好像超超,正龙,现在玩菠萝啊,大佬 是的,很麻烦的,那个 通常那些都喊了口号,说自己 我都预了什么时候去错的,那些是最怕错的 去石身就是这些 就是言鹤思政那个什么,日战,日战歌 就是这个意思,说自己这么凶狠 不过呢,都有的,很多都说 我预了自己要坐牢的那些 现在都看到那些,真是开口中的 都真是进去了,这就是一件事了 那这个就是我一个比较大可能性的 就是看到这帮光誠者,年轻,够勇,一去无环 也都容易些受到控制,这个很重要 因为那些金主呢,三万元?三万元要我放菠萝? 我卖不了我的良心啊,那你要多少钱啊? 给多几千,你行不行?不行,我的良心很大的 要掩住我的良心去放菠萝 老皮肌啦,买一部iPhone12啦,行不行? 说不买的,可能说这几万元就给我的 机票呢,另外再给 另外呢,到时就给一些水脚我们 如果不是,抱着这些菠萝一获索,我们在这里 因为当时候呢,在宾馆找到出来的菠萝呢 已经被警方和有关的人员都说 哇,那个稳定性啊,是很不稳定的,需要很小心处理的 就是随时在里面呢,真的跟打火鍋一样 全部都倒进去,一获索 很害怕了 我也希望,看看这些黄油 你还怎么出来拆呢? 如果真的说是假的 那为什么要再拉另一批呢? 现在加起来呢,9加5就有14个了 14个人,有其中好几个都是成年人 有他们本身自己的职业 有他们自己本身不同的生活的范畴 如果要做一件这么大件假的出来呢 那个复杂程度呢,是几何级数的 那好吧,我们今节呢,讲这个光成者 暂时讲到这里先了 也可以间接地证实到 好了,这班人呢,真是存在着 叫做收钱做事的 今次真是正正经地 拉了一批收钱做事的中学生 也都相当之可顾了 利用了这些学生哥 可能觉得,哇,我十五岁仔 我都没试过呢,有几万元在袋子的 这下可能就因为几万元呢 那就一世了 都不知道有多少龙啊 真的不知道 买定坐监机吧 好吧,今节来到这里先 多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